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立木柵高工程光榮老師 今天呢我們要跟同學介紹波動 那波動這一章呢 我們先前有先跟同學提過了 我們現在呢一樣再跟同學介紹一次 那生活中有哪些波動現象呢 其實非常的多 例如呢 你會看到水波 在一個平靜的水面上 有水滴滴下來 或者是你用手去觸碰它 就會造成水波的一個現象 這也是我們常講的涟漪 接下來呢你看右手邊這張圖 有一個身材非常強重的一個人 他現在手裡拿著非常重的繩子 快速的上下震動這條繩子 你會看到這個波形啊 也會這樣子傳遞出去 那這張節我們就要問說 那我們要如何製造這些波動 現在呢一樣我們拿出一條繩子 將它呢震動 在震動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繩子上上下下的震動 好那這時候呢這個波呢會往前傳遞 好那虛線的部分呢是原本這個繩子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它高高低低的 好產生這樣的一個形狀 接下來呢我們為了要簡單觀察一下我們繩子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們在這個繩子上面打了一個結 並且觀察這個繩子的結發生什麼樣的現象 神波往前傳遞 但是你會發現這藍色的點 並沒有跟著這個形狀往前傳遞 而是在原地做上下的震動 所以你會發現波瓦其實它會向前傳遞 但是上面的點呢只有在做上下的震動 那是為什麼呢 依據上述的觀察你就會發現第一個 我們繩子上的指點並不會被傳遞 而是在原地做週期性的運動 這個東西同學可以想像一下 在棒球場上我們很多觀眾會玩的一個遊戲叫做波浪舞 波浪舞呢輪到你的時候你會站起來 但結束的時候你會坐下來 但是從遠方的攝影機會讓你看到 整個波是往前傳遞的 但你並沒有離開你的位置 這個就是點波的感覺 那波呢只有傳遞我們的波形 就是剛剛的形狀 還有它會把我們的能量給傳遞過去 所以如果繩子的另外一端 有一個同學拿著 他就可以明顯感受到 一個一個波 當他手上他的手也開始跟著震動 所以能量就會從我這邊傳到另外一頭去 那如何要製造波呢 這些介質啊必須要遭受勞動 例如我們剛剛提過的水 你滴滴水上去 或者是說你的手去觸碰水面 他都會產生擾動 就會造成波動 那繩子也是 甚至老師現在在講話 我們的空氣也接受到老師的擾動 所以你就會聽到聲音的部分 好所以各位同學我們會發現 其實波啊在做產生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那我們簡單介紹了說 他怎麼樣去把這個波形跟能量傳遞 並且告訴你質量 並不會跟著這個波往前傳遞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這張節就簡單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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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